叶叔 你请顾先生过来吃点水果吧 我 我不渴 你们不用管他了 阿姨啊 这水果真好吃啊 这盘子呀 也特别别致 是吧 这个是古瓷的 是我特意从英国带回来的 是吗 真有品味 迈克 过来吃个水果呀 好好吃啊 嗯 顾先生 你们不要客气啊 上走 来 这点水果啊 不是哎哎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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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真是可惜了这件新衣服呀 啊没事没事 你们先到吃点水果 我去换身衣服 不是 哎呀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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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祝愿吧 太棒了 俊瑞啊 他有固定的作息时间 你没来之前 他已经吃过晚饭了 阿姨 把俊瑞先带下去吧 好 那我们开饭吧 谢谢你们二位 来参加俊瑞的生日晚宴 我代表俊瑞 谢谢你们 郑总 你们都尝尝这个清蒸如意 这是我自己做的 尝尝 阿姨 您的手艺真的是 绝对的 真的 来 顾先生 您也尝一尝 好阿姨 我不饿 我尝我尝 他不爱吃鱼 不用管他了 他要吃什么 自己会加 没烤 别辜负了阿姨的心意啊 吃一块 不好意思啊 古先生 事先不知道你要来 也不知道 你要吃什么 就随便做了几样菜 你都尝尝看 这道龙顶虾仁 是我心血一道菜 只怕是味道一般 是的 油漏越多 颜漏越重 你和您河丞泽什么关系 他是我老板啊 老板没事跑到员工家里来啊 那是韩叔邀请他来的 吃饭的时候 我都看到了 你们两个没来眼去的 到底什么情况啊 这个顾承泽 到人家家里来做客 一点规矩都没有了 这脑子有什么毛病 你怎么能骂人呢 我实话实说的好吧 你这么袒护他 还不承认有情况 还有 这京阳和顾景云 又是怎么一回事 前段时间 布景云跑到家里来找他 看他们俩的关系就不一般 你得长点心 提防着点 别让他把人给抢走了 说来你不要干涉别人的事情 韩俊瑶喜欢谁那人家的自由 再说了你管得着吗 我是管不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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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 七场像战场下棋如人生啊 就是再丑的棋也会走出妙招来 反过来说 再精彩的棋局 也会有遗憾的步子 所谓的有得必有失 有失必有得 关键是 看你自己想要什么 赶紧走了 还不跳马 韩叔叔 我刚要跳马了 您这一说 真是 跳马 那个 顾承泽呢 承泽说他有点事 先走了 他就这么走了 都不跟你说一声 迈克是个工作狂 这很正常 很正常 叔叔 该您走了 好 接着下棋 这一局我可一定要赢您的 好 好 还没回来啊 顾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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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顾承泽 去哪儿了 我不见得我二十几个 这个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